那到最后,如果你说整个Fat Minutes之后 我想做个留言就是说,其实美股,就是无论标普500还是纳指 那其实你们都会见到它之前反弹了不少的 尤其是标普500其实你反弹了,你拉个黄金比率 就是由一月高位去到二月低位,你拉个黄金比率 就其实弹到去0.762啊,那跟着就昨晚回到0.5多少少 就拉针的了,那你把纳指就因为比较受虑的加息 但是那个模式有点像的,但是你就当黄金比率退多两格 就是它反弹到0.5,就回到去到0.320,0.236那样 那简单来说,我们自己觉得暂时没跳出 我们上次跟大家讲的框架,就是我们觉得在正常 合理的情况下,七成机会其实应该是见底的 就是美国啊,或者澳洲这些股市,那变了 其实现在有些人可能会有一个 看图的一个感觉就是,现在有一个 就是大家觉得,现在是整固而已,四月份 因为之前美股升得多,也不少,那变了 其实它要做一点点整固,那现在的整固就像 所以,你当由一月底到现在呢,是有机会开始 在走一个头肩底的右肩的情况出来 嗯,嗯 那就是如果这个情况,大家也不用说很害怕 说会再有一个比较震荡 因为最近就反弹了一轮 然后有一点点整固的情况 是不是那个,向下那个调整的压力 都不会说真的很大 其实我们自己觉得就是,因为现在很极端的 就是我们属于比较,就是乐观那边的 你说很悲观那边呢,就是当然我等一下 都可以说些很悲观的东西的,但是 就是这样看,现在大家都会等着美国那边 就是美股来着出业即期 会不会有很多盈利要下调的 但是其实我们见,就是如果 如果你要突然下调得很厉害 否则其实那个市场价格 有很多负面的影响,就是earning growth 就是discount了很多关于这些 就是债息的情况呢 其实如果你看回预测市盈率呢 其实已经去到一个比较合理一点的水平 就是大概19倍附近 那19倍附近,如果对标普来讲呢 就是过往历史数据告诉我们 其实这个就不是一个 什么见顶或者一个大bubble 要塌的一个水平 通常如果你说要怕到它是一个bubble 一个大塌市呢 通常我们会见到的预测市盈率 起码去到29至32倍的 那所以其实有很大的空间 那所以除非,就是除非你来这次 那个贵度业绩真的很差了 暂时我们就没见到有这个情况 或者我们到时都要密切监制 那但是如果你说悲观的朋友呢 他们会有一个讨论的 那就是说债市 动得很厉害 那甚至可能有些人比较少听 就是股市我们就会听VIXR 就是那个index 就是说的空峰指数 空峰指数 是的,那但是其实债市上面 其实都有 就是我们开着bloomberg机那些 就会有另一条指数呢 就是说究竟债市那个波动指数的 那就叫move index 那当然都会见到 真的暂时都是继续在高位没有下跌 什么叫做 我给一点点个感觉 大家一月份的时候 那条指数是83的 现在呢 是大概123 在三月初的时候 最高的就是140的 那所以其实 大家就会觉得 因为我们传统上面 都一定是会觉得 债市没站稳 其实那个股市很难站稳的 但是 我们会 会看一样东西就是 其实 只要 那个债市 就是这条move index 不再特别飙高 纯粹只不过再 培回在这里呢 应该就 不是太紧张 但是 但是 你买股票的时候 就预了 因为连债 债券的市场 都动得多呢 股票的波动呢 就理论上一定会 再比过往大一点的 这个这个是要有个 心理准备 就是你应该多 不代表个市差 只不过是 现在的自然环境 或者叫做自然环境 就是你要 预料的波动变大了 那还有 补充多一点 其实我们会见到 其实大家都明白 收水这一样东西 收水的话 其实大家就会想 就是总要有些地方 将那些钱抽走 那但是 是不是要整个金融市场的 所有金融体系的 所有东西 一起抽资呢 其实可以不是的 就是可以的 就是说 如果大家都看到 现在是加息周期的 或者叫做利率上升周期的 那其实不如 大家直接在债市里抽走 算了 就宁愿去买其他东西的 那我们看到 就是最近是有这些情况的 尤其是我们看到 就是那些叫做 alternative 就是那些另类投资 就是会是突然间多了一些 进去的 那另类投资是很阔的 就是你可以想 有些人说楼也是 那有些人觉得是 标啊 画啊 那些都可以是 那但是主要是 我们觉得最主要 暂时就没有那么悲 就是你听得出 我们那个 空的 现在暂时就是觉得 整固 这样 跟着 就跟着 就是合理的情境下 就是再慢慢去 走回上去 那但是就可能要 好像跳华尔滋 那样 就是走三步 就是吞两步 明白